- 得尽快恢复痘疾,好去接迎采麟- 采麟- 采麟- 你没事吧- 你怎么还在这儿- 她们追上来了-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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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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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追上来了 你的飞行速度太慢 我们先找地方避一避吧 人呢 他们走了 现在我们安全 多亏你了 你没受伤吧 只要那个毒女不出手 就没人能伤本王 今晚 你有什么收获吗 三寿蛮荒菊 怎么了 可惜只是一卷 没什么用 这个拿着 你把那两个老家伙也解决了 我和他果然还是有差距啊 这功法对十人租更有用 采琳你收着 那我拿去换一些炼制天魂溶血丹的药材吧 刚才我从燕落天身上得来的 算是金燕宗的不传之谜 准确说这是一种飞行斗技的制作方法 用高阶材材 制作出实质性的巨翼 你若修炼成功 好处不小 那种飞行速度 别说你的紫云翼 就是我也追不上 这东西的价值 可比三寿蛮荒菊高多了 彩琳 你拿着 还是你拿着吧 小颜 我要走了 现在强敌已出 驾马帝国暂时没事了 我们蛇人族 也该牵去新的领地 翻眼生息 我得回去主持大局 我的族人在召唤我了 那 那你万事小心 放心吧 芸山已死 芸蓝总不复存在 萧炎少爷 终于大仇得报 没想到才四年 萧炎哥哥就达到了 洞皇皆别 真让薰儿意外 小姐 药老在云兰宗之战中 被魂殿之人突然出手 勤走 没想到 魂殿还是动手掳走了药了 灵朗 派人搜寻魂殿所在 当年萧叔叔的事 只怕也是他们动的手脚 是 魂殿 我知道你们想要萧家那块 驼蛇谷地狱 对了 小姐 我听说 族中决定 派人前往迦马帝国 去萧家搜寻 你没有带回来的那份钥匙 什么 好大的胆子 那群老家伙要倒霉了 炼制出几枚失声单了 已经两枚了 都交给海老保管了 才两枚 算下来 这些帝国最精锐的无品炼药师 半个月才能炼制出一枚失声单 老夫自然会竭尽所能 不过这事 大英王谷派 何必我更合适 若有他来主持炼制 效率应该能提升一倍多 谷派的炼药术无庸置疑 但他和我的关系 想请他来主持 可能性不大 盟主与骨盒是有些过节 但想要请他加入丹堂帮忙 也并非不可能 发麻会长有办法 盟主可知道 名为丹塔的自由组织 丹塔 丹塔存在历史十分悠久 那不仅是炼药师心中的圣地 更在大陆上有着极高的声望 但进入丹塔的条件极为苛刻 必须有足够分量的炼药师组织推荐才行 如果盟主以日后能助骨盒 进入丹塔为条件跟他谈 我相信他会愿意加入丹塔 可以试试 萧炎 你来干什么 刘兄 麻烦通报骨盒大师医生 就说萧炎求见 你们竟然能找到这里来 看来盐盟如今的势力 果然已经遍布加马帝国啊 萧盟主 有事便说吧 我今天可还有一块药田没有打理 不便陪你闲聊 那我就不拐弯磨脚了 此次前来是想请大师加入盐盟丹堂 加入盐盟 算了 我挺喜欢现在这生活 便不去你那盐盟凑热闹了 吵吵闹闹的令人烦躁 你这家伙 不是很想进入丹塔修行吗 如今丹堂的潜力 可远比炼药师工会强 你若是加入的话 日后有丹堂推荐 你的愿望 指日可待 你这老家伙 少拿这个诱惑我 你以为除了你们这什么盐盟 我就没有其他路子进入丹堂了吗 若非我自认是加马帝国之人 不想轻易离开故土 凭我的炼药术 多有强悍的炼药组织来招揽 这老头 骨河大师 既然你对帝国之外的其他炼药师组织 并无太大兴趣 为什么不考虑盐盟 有什么需求 但说无妨 我倒是可以加入盐盟丹堂 不过 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请说 跟我比试一场炼药术 若你赢 我便加入盐盟 如何 你这家伙 换个条件怎样 以你的辈分 与硝烟比试炼药术 有些欺负人哪 欺负人 自从上次败在他手中 他在我眼里就不是什么小辈了 老家伙 难道你敢将这家伙当成小辈看待 他的炼药术可不会比你低 这家伙说的倒是实话 萧炎 怎样 与我比试一场 你若赢了 如你所愿 你若输了 以后就别再来打扰我了 既然如此 萧炎奉陪便是 那请吧 老家伙 你说他们谁的胜算更大一些 不好说 骨盒能被称为丹王 自有其独到之处 可萧炎那小子也不是省油的东 这些日子 从他的几次出手炼丹情形看 他应该也有六品炼药师的水平 所以 胜负难料啊 这才几年不见 当初那个小炼药师 居然能和老师比肩了 老师 你们总算出来了 怎么样 谁赢了 我骨盒 从现在开始 就是阎蒙丹堂的人了 欢迎丹王 居然让这家伙占了上风啊 小医生这是发现了魂殿消息 我得立刻去趟处云帝国 不过去之前 骨盒大师 那单逃一事 以后就拜托你了 盟主 放心吧 还有些钥匙 先是赔了 下颜下颜 这儿 我在这儿 紫妍 你怎么在这里 采灵姐带我来的 不过这几天她闭关了 我只好一个人玩了 你是来找采灵姐的吗 我准备去趟初云帝国 过来跟她说一声 不过既然她在闭关 那先不打搅她了 听上去很好玩的样子 小炼 我也要去 此情太过危险 你还是乖乖留在家马帝国 都给我提起精神来 女王陛下的安危 比什么都重要 绝不能有半点马虎 是 大总理 萧炎 你就是萧炎吧 没错 正是在下 看眼的实力 仅次于采灵和四位长老 你这小子害得陛下有性命之威 把我揮一拳打死你 力气不小吗 原来是一个只会躲在小丫头身后的人族 再向前一步 你就准备在床上躺几个月吧 不愧是阎盟盟主 还真有些手段 阎盟与蛇人族本是盟友 你贸然动手 是想破坏两方的合作 你 血口喷人 有本事和我打一场 还不是我的对手 血口喷人 血口喷人太深 莫非杀了你不可 都给我住手 宁王殿下 宁王殿下 究竟发生了何事 采灵姐 你终于出关了 你怎么来了 采灵姐 这个坏蛋刚才欺负我 要不是我晋升到窦皇 早被他一拳打死了 你 你胡说 陛下 您说过 您在闭关期间不见外人 而且 他还害得您 闭嘴 萧炎身为阎盟首领 怎可随意与他动手 魁欣 你身为大统领 应该知道我们蛇人族 与阎盟的合作至关重要 本王罚你去蛇窟 面壁撕过一个月 是 有事吗 小姨先传了消息 在出云帝国发现魂殿的人 我要马上过去 只是 有点放心不下你 魂殿 我和你一起去 不行 你现在的身体 经不起任何善事 而且有小姨先相助 不会有问题的 你的实力 我自然放心 可是 我不放心那独女 况且此次 是深入出云帝国 到他的底盘 万一他搞些手脚 我陪你一起去 总比孤身一人好 放心吧 我信得过小一些 算了 既然你相信他 就随你吧 免得你怨我小肚鸡肠 我这不是担心你的身体吗 两年内 我必定将丹药送到你手 这次 你就别随我一起去了 我可不幸在紧要关头 那独女会出手保护你 我必须跟着一起去 真哪 你没办法 那你就随我们一起去吧 不过事先说好 你一定不能冒险行事 什么时候动身 越快越好 那你等我一会儿 我将族中事务交代一下 谢谢了 他真的为我付出太多了 对啊 你可要好好带彩灵姐哦 那就是独宗总部 天独城 听说他完全被独宗控制 是出云帝国 所有独师心中的圣城 这般深入敌人的老城 还带着紫言 恐怕只有你这本心的 找到了 放心吧 我若没有十足的把握 也不会带你们来这儿 他那蛮力 即便是窦皇巅峰也能一战 倒是这独宗 在出云帝国的地位 比阎盟在加玛帝国都要高上许多 你若有他一半狠毒 将皇室的人尽数杀一遍 并且血洗其余各势力 那加玛帝国 也能彻底是阎盟的天下 这 我还真做不到 小一仙以前 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这一切都怪恶难毒体 我们傻傻站在这里干什么 进城去吧 不用了 他应该很快就来了 希望来的不是一堆独宗强者 看来他对小一仙 还是心存芥笛 希望以后能慢慢地改观吧 来了 抱歉 刚刚宗内有钥匙伤医 来晚了些 没关系 来了就好 又不是没见过 难不成戴个斗篷 就认不出你了 初云帝国太混乱了 路上遇到好几个毒师骚扰 彩琳真是为了减少麻烦 才带上斗篷的 谁让你向他解释了 彩琳 彩琳 别冲动 不用你管 真要隐藏行迹 凭你也能寻出本王 在这出云帝国 没有我寻不到的人 没有我寻不到的人 够了 我找你们来 可不是想看你们吵架的 小医仙 你有魂殿之人的消息了吗 我回到初云帝国时 那魂殿之人 便又来找过我一次 你得给我一个解释 为什么突然要撤军 白白放过那硝烟 那硝烟麾下强者众多 强弓只会让独宗伤亡惨重 我想另寻个妥善的办法 再对他下手 妇人之人 何必再因那些蝼蚁的生事 魂殿对你的座位 已经很不满了 你最好赶快把他给我抓到 否则 继续阻入魂殿 会有什么样的下场 我相信你比谁都清楚 我就是抓住这个机会 追踪那个魂殿之人的行踪 才锁定他的去向 这家伙与一个叫做 万仙门的势力有些瓜葛 他们的实力如何 那魂殿之人的实力 不在我之下 不然的话 他也不敢在我面前嚣张 万仙门强者不少 在出云帝国颇有分量 而且宗门内 还有个闭关的老家伙 以前我跟他交手过一次 极其麻烦 早就猜到他另有所图 只不过是想利用我们 帮他扫清账 美杜莎 你若是把本宗想得如此不堪 大可现在就离去 你那点实力 本来未必放在眼里 彩琳姐姐 别生气 放心 我若是不相信你 就不会赶来 好 那我们明日 就对万仙门动手吧 明日我倒要瞧瞧 这万仙门有多强盒 你们先随我到天蝎山脉 我们独宗的人马集结在那边 防御万仙门大军 万仙门 我们抓到一个万仙门的人 从他口中得知 万仙门要对毒宗出手 所以我下令在这天蝎山脉备战 与万仙门已交手一阵子了 双方的伤亡都不小 万仙门 魂殿果然找了帮手 我已召集宗里的长老们 商议攻打万仙门一事 此刻应该都在 属下见过宗主 人呢 此番强攻 长老们都有伤在身 现下正在疗伤 还不知宗主请来的 这几位朋友 是什么身份 我请来的人 自有我的道理 宗主三思啊 我独宗连分冒进 此次除去长老受伤外 更有两名窦王强者 不幸云云 且如今这三位朋友 不过区区窦王 对战局 恐怕不会有太大影响 吴长老今日 似乎意见很多啊 这个吴长老 竟敢当面质疑小一些 如此看来 独宗内部 也不是铁板一块 宗主有所不知 这段时间 每次我们展开 轻角行动 万歇门似乎都未捕先知一般 精锐都是预先撤离 没错 但我们的防线 只要哪里稍险薄弱 便会立刻遭到对方大举斜击 造成不小的损失 但是 这种情况让老夫不得不怀疑 我独宗内恐怕是有万歇门的奸行 居然有内奸 看来小医先知独宗宗主 挡得不是那么轻松啊 我决定 明天就对万歇门动手 不管有没有内奸 都得防止走漏风声 传令下去 从现在开始 任何人都不能踏出迎门一步 否则 以内奸论处 是 前面就是万歇门的老巢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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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宗宗主 口气倒是不小 无畏多话 万仙门实力居然如此强劲 看来今日这场大战 注定要凶险非诚 蝎碧炎呢 把那老家伙也叫出来吧 不然的话 今日这万仙门 可竟要被我独宗吞并呢 天独女 才短短一年未见 你倒是越来越嚣张了 我万仙门可不比那些寻常势力 想要吞下我们 就不怕被撑死了 而且 歇老可是出云帝国成名已久的强者 你这小辈 想要直接挑战他 还差点资格 是吗 不错 竟能接下本宗一击 看来为了对付我 你们万仙门花了不少心思 但今日 蝎碧也不出 你们万仙门 难逃刺监 千唤夺权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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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主 这人想必就是蝎碧银了 看着老家伙的气息 已经达到四星斗宗巅峰了 机缘巧合下 便能突破到五星斗宗 等此节势力 也该寻找新的义活来提升实力了 不然每次都要拼尽所有 才能与斗宗强者战斗 年轻人 没想到当初一战过后 你居然还能将出云帝国 那么多势力清理掉 不过这样也好 只要将你收拾掉 这出云帝国 以后就是万歇门的天下了 省去我折断的时间 那要看你这老家伙 有没有这个能耐 独尊无老 结阵 谢碧炎交给我 我们去找您的 我们去找您的 那我们去找您的 我们去找您的 案件 到我 有 好 原来内奸不是一个 而是五个 你们 乌鸦 你干什么 他们是外线门的硬 拦住他们 走 走得了吗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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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好狠的女娃子 若是你外线门出了叛徒 恐怕你的手段比我还很十倍 乌鸦 我待你们不保 你们在毒宗更是位高权重 没想到你们竟然会背叛我 我们本就是外线门的人 何来背叛之说 所以 昨夜那蜈蚣就是你放的 原来是你 小子 外线门与毒宗之间的争斗 你还没有资格趁我 奉劝你不要引火烧身 如今毒宗只剩四位斗火 万邪门加上攀变的三人 却有八位 生死匆匆交手 胜负未分 今日便让老夫试一下 你这小辈究竟有何资格 成马出云帝国 那便来试试 你们小心点 你 挑 合 彩灵 你紧来别束手 紫妍 一起上 来了 来 下一个 小子 老夫的劝诫你不听 那就只能怪你自己找死了 是你们自己送上门的 那只能怪你们命不好了 不过是一心斗王 刚才若不是独宗宗主相助 你真当自己 能接住我们五人合击吗 天火三全变 这小子应该是用秘法提升了实力 我们脱胎的阵财 赶紫妍 赶紧他心灵不斥 今宫家 华七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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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quote 被天奴隶欠而押阵 果然不是雍首 到你了 那是 不能再拖了 不能再拖了 去 开闪音 为此祖火 别买着被淳死我 别处 盘主救我 还凑 呃 住手 混蛋 怪蝎门与你不死不休 抱歉 蝎山门主胜晚了点 小子 我总报上名来 我要做无名赎辈的勾当 晚辈言消 蝎山门主如此看重 那便熬自在心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